各位好 杨子华呢算是一个御用画家 深得北齐皇帝的宠信 善画贵族人物 公愿车马 尤其是他画的马呀 据说非常生动逼真 在当时有画胜之称 唐代画家严厉本 对杨子华是大为赞赏 说他人像画的好 说取尽其妙 简易标美 多不可简少不可余 其为紫滑糊 就是说杨子华画的人物 恰到好处 多一分呢就太胖 少一分呢就太瘦 而世上只有杨子华能做到这一点 杨子华也被认为是 画牡丹的圣手 苏氏啊曾经面对一幅 杨子华画的牡丹图发出感叹 说单清玉写清橙色 世上今无杨子华 亲自为杨子华的艺术水准背书 杨子华在长安等地啊 画出了很多的壁画 但是到今天都已经没有了踪迹 只有一卷传为是宋人林的北齐教书图 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 是我们今天唯一能见到的杨氏的卷轴画 根据宋代黄廷坚在画迹里面记载 还有一些其他的书里也提到啊 北齐教书图啊 是宋代魔本的一个残卷 这幅画的提拔里面也有说明 说这幅画原来是杨子华画的 唐代的画家闫力本在稿 黄廷坚说他看到过闫力本林的北齐教书图的粉本 其中人物啊 仅士大夫就有十二位 而他描写的有一部分啊 就与这幅留下来的北齐教书图完全一致 可以看出来 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残卷 这幅画描绘的是北齐天保七年 就是公元556年 文宣帝高阳命令樊迅高干等十二人 负责刊定国家收藏的五经的情景 五经就是诗书里月一春秋嘛 月经丢了就只剩五经了嘛 图中一共描绘了三组人物 最右边一组呢 有一个中心人物 他方脸宽额 满脸胡须 身着浅红的衣袍 脚穿黑靴 坐于一个小马扎之上 右手呢执笔写东西 好像是在给他前面的人指点批阅 旁边有一群伺候的人 中间一组呢 有士大夫四人坐于方塔之上 四人身上均穿有透明的披金 戴着吊袋长袍 前面有一个人背朝着我们 盘戏而坐 有一张古琴呢搭在左腿上 他伸出右手 拉住右边的一个人的腰带 好像是不让他下榻 右边这个人呢 似乎是想要逃避喝酒呀 还是要干什么 他就要离开 一个同谱呢 正常给他穿鞋 他也伸出了一只手 跟中间这个人推嗓 两人这么一推的时候啊 这个方塔上的背盘都翻倒了 画面最左侧还有一组人 三个人两匹马 伺候在一边 画中的人物神情啊 都描绘得很生动 画家用笔啊 细径流动 线条比顾凯之的高谷游丝描 要硬朗一些 多折线 我们看到这幅画中的人的着装啊 都很有些胡人气 我们传统的汉人服饰啊 都是一种Y字领 我们的衣服都是右刃嘛 就是左压右 这里面有两个人的衣服 你注意看 都是翻领 跟今天这个西装很像 还有图中那些侍女 他们的鼻梁和额头上 画了一种很奇怪的妆 涂上一层非常重的白粉 中间的四位教书人呢 身着薄如蝉翼的披巾 半透明状 能清楚的看到里面的内衣 这个披巾呢 极具垂感 作者请用几根线条 略加韵染 而且增加一条白色的高光啊 类似于油画的技巧 就充分表现出了这种 高级织物的 轻薄透亮的质感 这种提高光的技法 在古画中并不多见 我们之所以要提一下杨子华 就是因为觉得这幅画 特别有意思 整幅作品乍一看啊 根本不像我们普通人想象的 说一群学妇舞车的大学者 在那正儿八经的整理 传世的古代经典文献 看起来呢 就像一个大party 这个工作环境 实在是太让我们羡慕了 画中围猎女士欺人 或捧杯或执卷 或抱紧 或抱着靠垫 或提着酒壶 举止有致 顾盼生姿 而且风塌之上 罗列着各种食物和酒杯 可见是边吃喝边干活 而且还可以谈谈古琴 更夸张的是 竟然还有投壶 投壶啊 是古代士大夫引验时 做的一种投掷的游戏 相当于现在的 划拳行酒令 古人啊 只有有这个东西啊 十次有九次呢 都得喝大了 我想 如果把这幅教书图啊 接在韩西仔夜宴图上 也毫无违和感 所以我觉得 这幅画也可以叫做 北方的夜宴 技术上呢 杨子华跟顾鸿忠一样 都有着照相机般的捕捉能力 可以看出啊 当时北朝的大艺术家们 虽然没有南朝的像陆探威 像张僧尤名气大 但实际上 他们的实力啊 也并不落下风 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